明叔 听说你最近挺忙的 是不是又没好好吃饭 估计胃疼了吧 我现在生活挺规律的 按时吃饭 按时睡觉 很久没有胃痛过了 那 我送你上去 马上到家了 不用了 我上去坐的行吗 我想跟你聊一聊 该聊到我们分手的时候 应该已经聊清楚了 明叔 你别这种态度行吗 你以前从来不这样跟我说话的 我对其他人都这样 可我对你来说不是其他人 现在是 可你不要一直没谈恋爱吗 我知道你根本忘不了我 就像我忘不了你一样 我们有那么多回忆 那么多甜蜜的回忆 我根本接受不了其他人 我只喜欢过你 也一直喜欢你 我们分开这么多年了 我认为我们彼此 应该已经进行了非常好的告别 各自开始了新的生活 我不谈恋爱是因为我忙 没有时间 并不代表我还留恋你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不要再来找我 明叔 明叔 你别骗自己了 你以前意识地跟我一样 根本接受不了别人 你别忘了 你所有的第一次都是各人 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很和谐 不适合 马力军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说的所有的话 都算是一种性骚扰 明叔 你干吗呢 不是 我说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我女朋友大半夜还没到家 我下午都来接她 是吧 叔叔 你听我没摔伤吗 马主任是吧 我告诉你 我张希达现在正式追求董灵叔 虽然还没追到 但马上 小朋友 宁叔是不喜欢你这样的 你太幼稚了 配不上她的 对了 你知道宁叔为什么这么恨我吗 因为他根本就放不下我 对吗 宁叔 看谁呢 我说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不知道他是富二代吗 有钱 有言 有闲 他年轻 超有钱 我觉得姐弟跟也没什么不好的 走 挂回家 宁叔 你拿这个小朋友是气不走我的 不谢谢我 你跟踪我 怎么可能这么巧呢 我 我哪有可能跟踪我 我 就是来吃个网络面 哪家面馆啊 刚好我也没吃饭了 走吧 我接你 走 走 走啊 走 这间面馆叫做 叫做 半边面馆 你不是在国外长大的吗 按理说吃不了辣呀 怎么想起来 一个人跑到这儿来吃重庆小面 谁说的 吃 我特喜欢吃辣 我 我是大爷的三姑父的弟弟 以前就是川军 我可喜欢吃辣了 我以前在国外的时候 我就老店这一口 我越来越好 行 那老板 重庆小面大碗特辣 加辣加麻 我要一个小碗 微辣就行 好 行吧 不够在下 张希达呢 个厕所待着呢 有一会儿了 同志们 快来看啊 我来看啊 来吧 可可智床呀 不重要 不重要 看一下啊 我们走火了 孩子带了十年才发现 是真实实的 小姐 没广告怎么这最棒 这真不错 谢谢 叫叔父一起来呗 叔父 一起来看看 叔父 被肝癌远期 已经无法手术了 唯一能救他的方法 就是换肝 而并非亲生父母的 碧阿姨和黄叔叔 都无法为儿子捐肝 时间与生命赛跑 碧阿姨违固我们栏目 替他的儿子黄明明 找到他的亲生父母 一 BIE希望我们尽快找到 黄明明的亲生父母 让他们尽快相认 二 希望黄明明的亲生父母 能像BIE他们一样 愿意捐献自己的肝脏 时间紧脱 这可能是救孩子 最快的方案 希望电视机前的您 能够帮助他们 也希望电视机前 明明的父母看到 能与我们联系 您宁出生于二零零五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 碧川县人民医院 也请在同时间段 此医院出生的男孩家庭 特别关注 主任 咱们中心这下 真是免费宣传了 省了一百万的广告费呢 但宣传只是附加效应 但宣传只是附加效应 咱们的首要目的 不是蹭热度 但既然咱们无意中 享受到了这种红利 那咱们就 替B钱家 好好地吵一吵 师傅 怎么着 我回来拉得不错吧 师傅 马力军昨日来找你 是不是因为他得知了消息 最想跟咱们合作 我 出去 年叔 昨晚太仓促 今天能跟我见个面吗 我 安吉人是我以前的老领导 按道理来说 他吩咐的事情吧 我应该帮忙的 但这事特别敏感 我不敢这么随意地 把那天孩子出事的信息给你们 要是被我院领导知道的话 我肯定是吃不了 兜着走 但是 姐 现在呢 媒体马上就要来找你们 与其被他们网爆 还不如你先把一些消息 告诉我们 至少让我们处理后续事情的时候 都能留点余地 再说了 你也是有父母的人 我相信啊 你肯定能理解 毕千他们一家人的心情的 这是救人命的事情啊 退一万步来说 要这孩子救不活了 你至少让他在死之前 能知道自己亲生父母是谁吧 这也算是对他的一个交代 不让他留有遗憾吗 对吗 姐 来呀 这样 我们去喝杯咖啡吧 嗯 嗯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喝咖啡去了 姐 妈 你看见我手机了吗 你帮我找找手机 我也没见着呀 你是不是丢了 不可能呀 昨天晚上我还在用呢 今天我也没出去啊 谁让你丢三大四的 那我可怎么活呀 还想刷刷新闻呢 那城地再买一个吧 别扫了 赶紧走吧 赶紧走吧 你过茶不是还有一段时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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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次怎么走这么久 你爸让我们早点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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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城地等着咱们 他在城地等着咱们 妈 电话 妈 电话 别管了 都不营业了 做分野怎么能这样呢 做分野怎么能这样呢 你不接我去接 快点收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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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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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浪费啊 那要不往前抬 来 随便 只要别在我办公室就行 来 这又是林书姐的那位追求者吗 有人追他吗 是谁啊 看不出来啊 还那么多人追他 行情这么好呢 就以咱董主任的身材 长相 学历 收入 那放到婚礼市场上都是抢手活 那他除了那个玛丽君之外 就一直没谈过恋爱吗 你这你艾姨姐下午的周报 怎么没人做呀 这晚上吃点什么好呢 艾姨 没有人蹭翻蹭出你这样的 那没办法呀 这谁知道你是男人中的八婆呢 这想八卦 你付着点代价 张细达 你这么关心咱宁叔姐的私事 干吗呀 因为她喜欢姐姐的 她喜欢姐姐的 有吗 哪有啊 妈 怎么把脸涂成这样了 来 妈 妈 不涂了 不涂了啊 不涂了啊 来 我给你一个新的 我给你一个新的 来 你看 拿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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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好看 刘护士 刘护士啊 我妈可能是捡到哪个护士的口红了 都用成这样了 我也没办法还给人家 您帮我问一下 我重新买个新的 这个呀 是今天您一个朋友来看阿姨 送给阿姨的 你看 这儿还有好多营养品的 您有登记姓名吗 当然了 登记了她的姓名 和身份证号码的 她就什么名字来着 你瞧我这机器 你等等 我查查 等一下 您看一下 是这个人吗 对对对 就是她 长得可精神了 人啊也特别有礼貌 对阿姨也非常好 董姐 你好福气哦 刘护士 之后如果再有人来看我妈 麻烦电话跟我核实一下 好 那我先去忙了 好 谢谢 谢谢